今天1號頭條的大新聞是 爆眼女原來沒有爆眼 根據東方日報頭版報導 2019年反修例事件中的革命圖騰爆眼女 原來已經在去年9月離開香港去了台灣 人家雙眼緣好容貌標誌 你說叫那些天天掩著半邊眼大叫光時口號的支持者 情何以堪呢? 早前法庭上已經有網名金正恩的地盤公 承認虛構警察新屋嶺性侵的故事 今天又有報紙圖文並謀地揭破爆眼女的謊言 其實這陣子也有一個革命的神話破滅 坐牢是不會令人生更精彩 只是會令人生熱到爆 天文台昨天錄得氣溫36.1度 是有史以來最熱的5月天 曾經因為佔中案坐過牢的中大教授陳建雲 就在他的Facebook分享他在獄中的酷熱經歷 他說他住的牢倉位於頂樓 三十多度染陽底下曝曬 本來已經是一個蒸爐了 收工後回到倉 熱到連呼吸都有困難 曝曬下的蜜蜂環境產生的溫室效應 我見到囚友們都好像熱窩上的螞蟻一樣 陳建雲講完之後 呼籲大家一齊參與網上聯署 要求改善監獄的酷熱問題 為獄內的手足增權益 據說三十三個小時內 已經蒸集到超過十萬個簽名 看來香港信邪教的人真是不少 因為這陣子天氣滿熱 探監的人都回話 他們說一眾的獄中大佬細佬都熱到媽媽不認得 何俊仁潮水落盈 尹兆堅全身都出業匪 還以為是甚麼火落刺青的十大學營 出業匪而已 如果關上風扇再熱幾晚 真是可能會甚麼都說出來 夾命喔 連一丁點的熱都熬不到 別說到拋頭路的層次了 所謂十萬聯署向 懲教署提出的要求更可笑 包括 第一 容許家屬帶入退熱貼 便攜的電風扇 太陽右、太陽眼鏡 第二 監獄裏提供冰水和增加洗澡次數 第三 監房頂層和外牆要有隔熱的塗層 窗裏要增設強力的秋風設備 太陽眼鏡、太陽油飲冰水 很明顯他們真的以為自己在度假 要不要來個SPA 攪杯沙冰 再攤著冷氣給你點首歌聽聽聽 坐監熱是常識 冬天凍、夏天熱其實是懲罰的一部分 否則監獄不是今天才存在 酷熱天氣也不是今天才有 特首、富豪、明星、大賊 都是這樣坐這樣過 香港的監獄全部都是港英年代建成 如果你說它不人道 即是譴責英國佬不人道 其實黃絲應該是最能夠內熱的 還記不記得2019年那個夏天? 酷熱天氣警告下 大家一律黑衣、黑褲、黑口罩、黑面罩 由頭包到落腳 還有頭盔、護甲、全身Fullgear 穿到成隻種類似 又跑又跳又放火 但他們只是覺得光榮不覺得熱 更沒聽聞有人生熱匪 反而今天赤身短褲 甚麼都不用做 坐定定在那裡 吹著赤柱的海風 竟然滲熱 實在莫名其妙 媽媽教樂 心靜自然涼 我就教黃絲 不犯法一定涼 還可以回家 探冷氣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你按like 和share給身邊的朋友 想收到我們最新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按鈴鐺 多謝大家